所以我的频道叫银银things 然后抱着狗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很紧张 所以不知道说什么 之所以叫银银things呢 就因为大家知道things就是东西 所以可以放置任何的东西 所以我就会在频道里面说 所有我觉得我有观点的东西 那我觉得我对任何东西都会有观点 所以就会在我化妆的时候啊 或者画画的时候啊 听乐的时候啊 聊书的时候啊 跟大家闲扯东西 我觉得东西是个很有哲理的词语 东西 我的名字叫张之莹 所以就是我频道的名字的来源 就是因为我最后一个字银银 其实我生活里面没有人叫我银银 我有各种名字 但是银银是我小时候 我父母叫我的名字 然后因为在我出生在中国的浙江省 所以江南地带大家都喜欢用碟子 最后一个名字的碟子 那我觉得它是一个很亲密的叫法 然后又跟这个英文的things做那个rhyme rhyme的中文叫做 就是你知道的 就是声音比较像 所以我把它叠在一起作为我频道的名字 那如果大家觉得方便的话 也可以叫我叫Z 因为我在工作中大家没有办法正确发音我的中文名字 所以大家就叫我Z 我的中国名字的首字母 所以就是这样了 然后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地理位置 我现在处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多伦多市 多伦多是一个应该算是加拿大数一数二的最大的城市 那我来这里原因是2009年 我去多伦多大学上大学做本科 那我在这里已经生活了八年了 前前后后八年 我从多伦多大学毕业以后 离开过小一年吧 然后做了自己一点点的创业的事情 然后又回到多伦多 觉得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城市 也有过很多挣扎 不悦低潮期 但是我现在在一个比较大的科技公司工作 生活中有很多抱怨或者说情绪 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频道 来表达我的观点 这是我的狗 它叫Miso 就是日本菜日料里面那种汤的那个名字叫Miso 主要是因为它的身体上有这种Miso的颜色 然后它现在是五六个月大 所以非常调皮 然后呢帮我录制这个录像的人 是我的丈夫 他现在camera的背后 他的名字叫Scott 他以后也会出镜的 我的第一支录像呢 我就会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Sephora haul 因为我怕生日了 八月份是我的生日月 然后这是我的小票 我老公给我从Sephora买了一堆的东西 所以我今天要做一个小小的看一下 这是你的袋子 看起来挺小的 然后我平时在Sephora买东西很多 当然从外面有个这样的盒子 看起来你只要问他们要这个礼物的盒子 他们就会给你一个很可爱的 然后一个纯印的盒子 然后现在打开 我大致的打开了一下 但是都没有做上脸的试用 所以我今天也会上一下脸 今天我已经有底妆了 没有任何的其他的妆容 画了一点点眉毛 仅此而已 所以有三样产品 YSL的眼影盒 和Dior的 和Dior的 Dior的 Lipstick 唇膏 然后还有Bite 的 Maudie Stick 我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所以我打开看一下 因为我已经画画底妆了 所以我下一步可以上眼妆 这是YSL Mackage 包装 然后这个虽然很漂亮 但很容易上指纹 然后你打开的话是这样的 然后它总共有五个颜色 另外带了两个沙子 然后把它拿出来 因为很容易掉出来 这两个颜色属于打底色 所以有浅的和稍深一点 稍橘一点 或稍粉一点的珊瑚色 中间是这个深紫色 我觉得非常适合 做眼线的晕染在眼尾 然后这个淡紫色呢 也适合放在小小的 放在眼尾 然后这个深粉色 我觉得都可以做非常好的叠加 无论是如何的排列组合 都适合画那种很夏天的感觉 很少女很粉红心的 这个眼妆 所以我现在就要用它自带的刷子 来做示范 我觉得如果出山在外 或者出门旅行的话 你就不需要不想戴 更多精致的或高档的刷子 应该也能用它们自带的小刷子 做出比较漂亮的眼妆 我觉得上妆的话 用手上其实是最方便 因为那手有温度 特别是上打底那一层的话 所以我下面用的颜色 会是 右下角的这个珊瑚色 所以我就拿手指 稍微沾一点 粉质还是感觉非常细腻的 然后刷一下在我的手臂上 我不知道看不看得出来 但它其实就是有点 带点珠光色的 非常非常 saddle的颜色 然后你可能 所以说用它打底嘛 所以说用它打底嘛 因为它不会说 非常的bipmagnet 就这样 然后我会使用它的 大的这个头的小刷子 然后蘸取一点点 这个淡粉色 然后刷在你的眼尾上 我现在手身边没有刷子 如果你有暈染的刷的话 可以刷刷把它暈染开来 然后现在我就是很难用 是不是刷一下就可以了 下一个步骤呢 会用这个细的小尖头 蘸一点这个 粉色吧 然后就很想叠加在这个眼部 然后想跟大家讲一个小小的去世吧 就是我去年11月的时候 是在多伦多的市政厅结婚的 当时并没有摆什么酒席啊 就是那种非常非常各种 步骤的婚礼 直就去市政厅 签了一下名字 然后十几个青藤好友到场而已 那当天 我是有买了一条白色的小裙子 这是长裙嘛 但是不是那种正式的婚纱 然后呢你也知道很多人结婚 都是会请那种化妆师帮他们上妆 所以会显得比较正式 那我为了省钱 所有东西都是自己来的 然后所有的化妆品都是Sephora买的 有没有令花钱情人 但是感觉效果还不错了 我有空会把那个 我自己结婚的照片给大家看 然后我刚才就是 把同样的颜色 一点点的上在下眼睛 所以就是会有一个呼应 可能现在看起来就是好像是有点病态 因为我眼睛泛红 但是如果你上了眼线的话 就不会这么明显 我的眼线用的是 Tarte的眼线膏 然后去年好像很红嘛 有这个小刷子 并不是我 并不是我最喜欢的 因为我觉得你如果技术不是很高的话 会比较难上妆 因为它的刷子还是挺软的 但是如果你有你知道画画的功底的话 它其实就很像小毛鼻 然后你就蘸取一点点它的膏状 然后尽量把它毛捋的顺一些 因为如果你清洗的很勤快的话 它的毛会有点干 所以我现在上在我的 就是眼尾一点点 我第一次在镜头前然后拿着 镜子上眼妆 感觉还是有点别扭的 然后快速的上一下另外出眼 大家可以看其实不是很完美 可能是我的技术关系 但是像我讲的 它这个毛刷因为非常之软 然后根据你占取的程度 是不是很匀称 它会影响到你这个上妆的完美程度吧 但是我觉得它这个颜色我非常喜欢 因为非常的mat 然后也非常的黑 所以你需要稍微一些些 比较明确的眼妆的话就非常好上 然后我呢因为很懒 所以如果它上的不是很完美的话 我也懒得再卸掉从上 那我就会用 利用这个 eye shadow 眼影盘来做一点点修饰 所以我刚才已经说了 然后中间这个深色呢 其实非常适合做这个眼线的修饰的 所以我拿这个毛刷 我希望它可以再小一点 因为我用过这个Dior的眼影盘 它这个毛刷就非常的硬挺和小 就非常适合做小的这种修饰 我占中间这个深紫色 然后画在这个眼尾的地方 然后渐渐的往前晕染 然后我会再占去一点 刚才那个粉色 再做一些这种叠加 看起来就比较自然 差不多是这样子 所以我做这个视频 根本就不觉得自己是化化妆的高手 或者是我也不拥有很多的化妆品 我就觉得好玩啊 看看大家如果跟我差不多的家里只有少数的化妆品的话 是不是能化出比较日常的妆这样 好下一步呢 我要用我自己已经有的这个腮红 我很喜欢这个腮红 因为里面有这种干玫瑰色 比较干的玫瑰色 然后带一点点的金色的珠光 然后它也是一种非常细腻 不是很明显的珠光色 所以你上在脸上就是非常的有气色 然后就很好搭了 我就随便拿一只刷子 其实我觉得应该换另外一个腮红 感觉会更好 因为它这个还是偏玫瑰色的 然后我今天的眼妆就是有点粉紫粉紫的 不算太难看了 用的是Makeup Forever High Definition Powder 然后它因为一下子会出来很多 如果你要换的话 所以会沾一点点 然后轻轻的把多余的拍掉 然后就上在你容易出油的地方 OK 然后我非常期待的就是Dior的唇膏 因为我是Dior的忠实粉丝 就是他们出的所有产品我都非常喜欢 然后这个你看包装也非常的漂亮 Dior的品牌的名字会在这里 然后它就是一根管子 然后把它打开就是这样的 它很有重量很有分量 所以我觉得好的牌子它的区别都在这里 它就每个细节都非常的明确 然后它的很有Iconic 很有标识性的CD 就是会在它的管子上面 CD Christian Dior 然后这颜色粗看起来好像是橘红色的 然后我不知道它刷出来效果怎么样 我看一下它手臂上 它是一种很sheer的orange 就非常薄和水润的orange 我觉得很适合日常妆吧 因为你少涂一点就会淡淡的 如果你叠加的话就比较深色 所以我先画嘴唇上 我画一层就是这样的 它看起来像一个润唇膏 就非常的水润 我的狗在旁边躺着 我画唇膏都是很随便的 因为我觉得今年 我个人至少我不喜欢那种 唇线特别明显的 这种唇膏 我喜欢就画的很自然 哇这好漂亮 感觉气色好好 就是那种橘红色 然后就像是你自然唇色 很健康的状态下 然后微微的会泛一种光 不知道你看不看得出来 然后最后步骤我刚才忘记做了 我喜欢稍稍带一点打亮的产品 就会让你的肤色气色 肤框显得比较好 然后我今天用的是 MAC 这是他们打折的时候买的 它这个打亮其实非常的 不明显 就是一个粉色的 就看起来 没有什么效果 但是就是我喜欢那种 不会特别亮很假那种打亮 所以我就很大方的占取在我的刷子上 然后就刷在我的 唇口上 然后它这粉色跟我的眼影非常搭配 我会刷一点在鼻梁上和嘴唇上 这样就OK了 是一个好像是加拿大的牌子 所以它主张的就是那种很自然的成分 然后它也有除了在Sephora卖的话 也会有自己的实体店 我去过 然后它可以像一个穿那种实验的实验室的服装 它的销唇人员会给你调配你喜欢的颜色 这个好像也就是那种干玫瑰色 让我刷一下看一眼 好深哦 这是那种MAT的干玫瑰色 我觉得很适合化那个鸟唇妆吧 或者是你要做一种成熟的出席 任何活动的妆 就非常适合这颜色 而且这个包装小小的 所以呢 很适合携带 所以今天的上妆就是这样子 我今天化这个妆的原因呢 是我要去多伦多的市中心做我婚纱的量身和重新的裁剪 因为我买那个婚纱的尺寸 比我本身的人的尺寸要大一些 我的婚纱是在今年的年初买的 想是月份已经有一个多伦多的施政金的婚礼 但是可能还是要回国内和我那里的亲朋好友 再重新的庆祝一下 所以呢 我觉得在国外至少应该是买婚纱重新做修订是一个比较常态的这个过程吧 然后我当时其实已经非常的最后一分钟 大多数人购买婚纱都会至少腾出七八个月吧 因为很多的款式是要重新订购的 那我当时买了一个它那个floor sample 所以是会稍稍便宜一点 但是不是我的尺寸 那我会腾出几个月的时间 大概两个月的时间 再重新进这个婚纱店做量身的动作 那你不一定要在同一家买婚纱的店里做这个修剪 因为他们可能会价格比较高吧 但是我想先进去咨询一下 所以呢 今天的video就会到这里 但我觉得下一期或者以后的时间 我们可以聊一下关于婚礼习俗的不同吧 因为我的丈夫是加拿大人 我是中国人 怎么样调和不同文化间的重途吧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话题 那我们先这样 Have a nice weekend Bye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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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是